今個星期五是六四事件32週年 智聯會在旺角的六四紀念館下午開始重新開放 六四當日開放至晚上10點 智聯會相信只不只是反映事實 不會有法律風險 何家俊報道 關閉了超過一個月的六四紀念館 趕及在六月之前重開 新主題展覽以八九民運與香港為題 透過圖片講述六四事件的發展歷程 另外有展版模仿當年北京的場景 和維園多年的燭光 比市民到場獻花悼念 我們的內容、我們的展品、我們的材料 全部都是歷史的史實 並不會產生任何法律風險 除非我們說今天的香港 連講真相、連講歷史 連講事實都是犯法 不一定是需要在維園有一個集會 然後我們才是悼念或記住這個日子 只要人心不死的時候燭光不滅 過往展館有一些和凡修例事件有關的展品 支聯會說重開之後不會再展出 我們很清楚不是因為我們受到甚麼政治壓力 這是我們本身因為支聯會 不是以反送中或者香港的議題 作為我們主要的關注 我們一定是以八九民運、六四 作為支聯會長期的核心項目 支聯會說 紀念館屬於私人地方 相信不會受限制令規管 但官方都會有人流管理措施 呼籲市民先預約再參觀 友善電視記者何加進步道